小儿肺炎多长时间能好 陈峰综合内科主任医师 这个问题呢有点笼统啊 就是说肺炎呢它分了很多种 另外呢这个肺炎的这个病成呢 就是它好转的这个程度呢 跟孩子的免疫功能也有关系 还有跟你治疗的选择用药的这个频次啊 还有如果你针断的准确性都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一说直气管肺炎 常规它的治疗的疗程 它就是在7到10天 但如果是一个大型肺炎 那一般来讲 它的病程至少在10天以上 甚至更长 那有的孩子可能答应肺炎 都伴有熏腔积业的话 那可能出现时间 甚至两周以上都会有 专家提示 一 肺炎的病程好转的程度 跟孩子的免疫功能 治疗选择用药的频次 还有诊断的准确性都有关系 二 肢气管肺炎 常规的治疗疗程 在7至10天 三 如果是一个大液性肺炎 病程至少在10天以上 甚至更长 四 有的孩子可能大液性肺炎 伴有胸腔肌液 可能出院时间甚至两周以上